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微博之夜女星好拼,赵丽颖穿高定,热巴换发型,杯杯化身公主 微博之夜是一场关注度极高的盛会 每年参加活动的明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,特别是女明星 这种活动一向是大型比美现场 谁都不愿意输,今年的微博之夜女明星们在造型上一如既往的努力 公主群是女明星的最爱,每次参加活动都有很多的女明星会选择这种款式的裙子 来参加微博之夜,杨子身穿一袭粉红色蓬蓬公主群,站在花园里显得仙气十足 谭松韵选择了淡粉色公主群,又大又蓬的裙摆像棉花糖一样柔软 娃娃脸的谭松韵穿上这条裙子很合适 参加这次活动的女明星在造型上都很用心,有三位女明星还是准备的两套礼服 赵丽颖第一套是酒红色青纱礼服,搭配珠宝和微卷的头发,特别的温柔 第二套是副古宫亭峰,裙摆上的刺绣低调且华丽,珠宝点缀的相得一张,赵丽颖散发着优雅气质 而且两套礼服都是品牌高定,换了造型师后,赵丽颖的造型又贵又美 关小彤也准备了两套礼服,一套是明黄色拖地长裙,这颜色很适合关小彤,发型也很好看 就是背景让人摸不着头脑,整个月亮在后面是在cosplay微信开评吗? 准备两套礼服的还有Angela Baby,第一套特别的隆重,来自某仙牌的公主裙 奶油黄增添了温柔气息,肩部的设计让baby像含苞带放的玫瑰,这条裙子把baby化身成古堡里的公主 看得出来女明星都很拼,造型都下了功夫,不过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迪丽热巴 热巴为了这次活动特意换了新发型,其刘海拨拨头,和她小时候的发型一模一样,越看越像洋娃娃 而且迪丽热巴这次选的礼服饰之前没有出现过的风格,刺绣长裙搭配羽毛披风,整个人复古又精致,秒杀菲林不在话下 有用心的女明星也有敷衍的女明星,刚出道不久的新某女郎刘浩存,参加微博之夜就显得不怎么在乎 身穿一条影楼风纱裙,没有质感更没有美感,头发是一层不变的丸子头,造型大写的敷衍 要说某女郎出身的刘浩存资源一直不差,参加关注度高的活动,却这么随随便便,工作室估计要挨骂了 赵丽颖穿两套高定,迪丽热巴是全新造型,卑卑又搞得这么隆重 看完女明星们精心打扮的造型,谁是你心中的全场最佳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,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,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,谢谢大家